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最近介绍了抽槽最适宜吃雪梨 雪梨功效之多少 所以今天就要介绍吃雪梨的禁忌 因为这个雪梨是属于韩性的食物 吃得多会伤你的脾胃 正常人一次都不适宜吃太多 如果这个体质是比较弱的 更加要适量 至于第二类人 就是你虚寒的或是发烧的人 都不适宜吃生的雪梨 你可以把它切了一件 去核煮水饮溶 或者用来炖食 与其他的食物 如蟹肉一起吃 你又会容易双脾胃 因为雪梨性寒 这个蟹也是 你两样寒的食物 所以就会双脾胃 第四方面 就是太油腻 很新热的食物 一起吃 容易引起肚射 第五个情况要注意 第四方面 就是你长期大便 是不成形 时时肚觉得又冷 又会肚子 特别是肺是寒咳的朋友 有些痰 但是清 是很稀 千万不能食用雪梨 我有位朋友 很多年前 他咳了很久 后来有点进步 有人说 雪梨好 潤肺子咳 他吃了一个生雪梨 谁知咳得更加严重 他看一位老中医 那位80多岁老中医 一把蜜就说 你原本正在咳 应该又改进了 但是你又误吃了一个生雪梨 所以你再咳得更厉害 因为你是寒咳 如果热咳吃雪梨是很好 寒咳就变了雪上加霜 所以各位朋友 你要知道 如果你的痰是稠的 是醋咳的 雪梨可以帮助你 如果是痰清 还是寒咳的 这个你就要记住 暂时不要食用了 我除了这个雪梨功效之外 有几个雪梨的餐单 是在这里介绍给大家的 第一个就是 消暑去湿雪梨干的茅根茶 是适合小暑的 一个就是 清热润肺雪梨海底野麦冬茶 如果你经常熬夜 又阴虚火黄的 就很适合的 另外一个是秋冬最适宜的 雪梨杏仁邓雪耳 另一个就是最近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 养阴润肺雪梨麦冬无花果茶 最适合在寒露之下饮用 所以这段时间是适合吃雪梨 如果你是寒底的 试试刚才介绍的茶 所有这些网址 都会在现时简介下面 你按进去就更加清晰了 谢谢你们收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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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